无二战争升级 地缘政治紧张再加剧 全球就担心地球的另外一个火药库 台海两岸 什么时候会引爆 在中国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前夕 美国媒体CBS老牌的六十分钟节目 就在台湾双十国庆当天 播出了特别报道 那专访了包含台积电创办人张中萌 在内的政商精英 请他们来分享中国犯台 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主持人就担当直入的问说 张中萌你认为说整个矽盾的晶片产业 真的能够保护台湾 遏止习近平武力犯台的企图吗 那张中萌就语带玄机地说 如果对方把经济福祉 视为首要的考量 那他就会重新思考 是不是要攻击台湾 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习近平他巩固的是自身的权力 将会不顾一切 恐怕就不惜对台动武玉石俱焚 主持人就继续追问说 如果中国真的武力犯台 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 把台积电收归国有呢 张中萌的回答是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的话 那台积电会被摧毁 所有东西也会被摧毁 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武力犯台 不仅抢不到他们想要的 半导体先进制程 还会摧毁全球经济 所仰赖的关键产业链 两败俱赏 我们需要台积电 台积电也需要像台湾这么一个自由开放 可以让各方面发展的国家 另外一方面 世界更需要台积电 世界更需要台湾 在供应链上的坚韧地位 言下之意 台湾与世界密不可分 台积电就是关键 光iPhone的手机的中央处理器 就是台积电做的 另外所有电脑的绘图晶片 所以我们做什么 元宇宙3D动画的各种模拟 都需要这种快速运算晶片 那么所有飞弹 必须要随时校正位置 然后雷达要随时 要同时运算多个来袭的 这个飞弹或是敌机 这个都是需要 这个高阶的处理器 从手机到导弹 以及太空发展 都不能没有台积电 台积电的量产晶片 更让它无可取代 台积电目前 在全球是位居第一大的 晶圆带空生产业者 那么市占率高达了五成以上 那么更何况 台积电在10奈米以下 以及7奈米以下 在全球的一个供应占比 分别可以来到69% 以及78% 甚至在9月份 台积电开始量产的 3奈米制程 那目前几乎还是可以难花 全球将近98%的一个 高市占率 这也是为什么各国都在担忧 一旦中国武力犯台 伤害或毁灭台积电 不只会重创全球经济 也会让世界科技倒退50年 全世界就会倒退到 这个第三波资讯革命的初期的时代 也就是我们的农业生产 我们的这个机械工具 虽然仍然可以继续制造使用 但是结合电脑 资通讯能力的这种智慧机器 智慧农业 智慧工具就不会再出现 汽车电脑 所以为什么德国那时候要求 在疫情时间要求我们台湾 要确定继续供应德国晶片 否则他的这个福斯 这个BMW 并是完全无法出货 我的估计 虽然不会退回石器时代 可至少退回1980年代 若世界回到没有手机的日子 谁能忍受 但在地缘政治下台积电无可回避 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 这回美国祭出晶片禁令的狠招 将美中科技站推向了最高峰 也是向世界宣示 半导体供应链必须赶紧 被逼急了会不会孤注一直呢 就有外媒担心 一旦中国在高科技发展受阻 会不惜无力犯台 也要夺下台积电 甚至玉石俱焚 那么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因为习近平他不是那么理性的 习近平他们当然认为台积电 他们势必要拿 因为这个是中国人在世界的荣耀 所以习近平说要拿台积电 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政治效果的 第二个台积电也真的掌握 世界目前的晶片制造的命脉 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 培洛西来台之后 他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封岛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演练 那接下来在他的这个 兵器推演里面的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 台积电的不管是他的原物料 或者是他的这个交通运行里面 这各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中国封锁的过程当中 然后如何能够执行这样的自由航行的 这个权利 中国拉高威胁之际 也让各国反思 现在台湾的台积电是世界的 但要是到了集权统治者手上 世界就不一样了 近新闻 岳甲尼承智宇采访报导 连张中某自己都讲 他说 for economic reason 老共不会打台湾 for every reason 老共都不要打台湾 中国一旦武力犯台 连国家情报都证实 台积电会是护国神山 你们谁敢保证不战争 你们两位谁敢保证 我跟委员说明了 就是说 那些兵推那些想象 是对台积电 Ecosystem不够了解 我们还有下一个护国神山吗 再多了解一下台积电 它不是他们想象那么简单 这个兵推刚好反过来说 那我既然呢 要让你接收 我把你摧毁掉 这是从霸权来看 我们不能从台湾来看 跟委员报告 接收不走了 布置中国难以接收 国防部也首次反驳 彭博报道中指称 美国在台海战争兵推中 由美国撤出台积电 工程师的剧本 国家自己要靠自己来防卫 但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剧本 就各位所谓的想定 它有假如说有外援的话 我们要怎么应对 到目前为止 没有推这个中国 但两岸关系 不只牵扯半导体产业 还有即将到来的 中国二十大 习近平的第三阵是 争议任期 对 所以呢 他为了寻求他的合法性 原来的七上八下 这个规则 就我们了解他不会改 所以你从七上八下 我简单问一下 所以那个班子大概 唯一我们确定不会改的人 叫习近平 从七上八下角度 但是不要造成 我们自己七上八下 二十大后的政治局势 国安局说 唯一不变的应该是 习近平仍在任 至于中国对台战略 都会有各种想定状况 做推演 二零二二年 诺贝尔经济学长 在十月十号揭晓 共同获奖的三个人 他们都是研究 金融危机的学者 包含以布鲁金斯 资村研究员身份获奖的 美国联组会前主席 波南克 以及曾经担任 美国金融协会前主席的 芝加哥大学 金融系教授戴蒙德 他们获奖之后的 首度公开谈话 都一样对全球的经济 提出警告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Even if financial problems don't begin an episode over time if the episode makes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worse they can add to the problem and intensify it so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that we really hav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s not good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bank runs you know every so often you know you want to leave yourself somewhat vulnerable but not very vulnerable and then in the extreme cases when confidence breaks down or losses are so extreme then you need some kind of government or industry-wide intervention 波南克警告说 物质战争以及汇率波动 对全球的经济 造成极大的压力跟风险 尤其是新兴市场 它面临大量资本外流 决策者必须要密切关注 任何的金融环境 恶化的情况 戴蒙德表示说 利率积升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 是一个威胁 问题在于脆弱性 以及对挤兑的恐惧 还有挤兑的危机 可能会出现在 任何一个地方 不一定是降临在商业银行 会议央行升息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